亲爱的朋友你好,大家都是有缘之人,如果可以的话,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,分享一下,十分感谢。 训过航商之后,钦差拿出那份专给宜人的玉帖,与各国宜人呈娇烟图稿,则令航商武少荣拿给洋人看,并教导他们学习和体会文件精神,现实也是三天。 我替洋人们体会了一下,文件精神很丰富。 第一,天朝准许宜人来广州通商,让尔门发大了,这是大清皇上对宜人的恩惠,再不知错就改,天朝就要封岗了。 第二,天朝听任宜人饭允茶叶,大黄又是义恩。 传说一地土制尖刚,风日燥烈,一人每天以牛羊肉墨粉为粮,失之不以消化,大便不同历史,中国的茶叶,大黄乃尔等消失通便之神药。 第三,天朝原先法令较宽,没怎么管过鸦片贸易,但今天人心所公愤,天理所难容,大皇帝也震怒了。 念仁人习远仁,不仁不交而诛,赶紧把鸦片成交出来,从此做个良仪,立地成佛。 第四,闻盖一平日最重一信字,只要交了鸦片,以前的坏事就盖不追究了。 但洋人虚出具汉仪两种字体的合同干节,保证以后再不夹带鸦片,如有带来,已经查出,祸尽莫关,人及正法,情甘服罪。 认罪态度好,欠了拒绝的本大人有奖。 第五,表白自己对仪情的了解程度,并且因此才做了钦差。 本大臣家居民海,与外仪一切伎俩,早皆深知奇想,是以特蒙大皇帝颁给平定外语与司立功之钦差大臣官房。 这话说得有些过了,外仪伎俩,临功哪里知道啊? 不但不知道,还误导皇上,让他在错误的决策上一错再错。 第六,向一人表白自己的禁烟决心,若鸦片一日未决,本大臣一日不回,是与此事相始终,断无终止之理。 您想与鸦片相始终,皇帝的意志摆在哪里? 一句话,皇上叫你撤你就得撤。 第七,天朝百姓跟疑人急了,那可不是完的。 查看内地民情,揭动公愤,躺该一不知悔改,为历师徒,非但水陆官兵,军威壮盛,即号召民间盯壮,以阻止其命而有余。 后世有些学者据此评价临工具有较高的民本思想什么的,我觉得有些胡扯。 实际上,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没有一味对民间盯壮是放心的。 齐善说岳省临风,交不二贪,认为广州百姓除了专业做汉奸者之外,其他百姓与一野相处得不赖,不是汉奸就是准汉奸。 说的也对,封建政府按以往的经验,深刻明白,人民唯有人民,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。 林泽须在广东招募谁有五六千人,但对他们的评价是,当防疫吃紧之时,恐其被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,立之所在,不免争取。 人为收而用之,在官多亿水涌,即在阳少亿匪徒。 于是,厚资重赏,雇佣奖励着帮水涌前去烧杀疑人,以达到乙间之间,以毒攻毒的一件双雕之计。 问题是,疑人也不是那么豪虎的。 英国的一个鸦片商安德森在战前向自己的政府介绍天朝国庆。 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,所以他建议英军出兵天朝时,一般情况下不要损害中国人。 而英国侵略军出到广东,走的也是安德森路线,在大街上贴下告示,向中国人保证。 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,远征完全由于林泽徐虐待英人而起,大军所攻击的,仅仅是政府的官员,军官以及兵士。 这一手,把天朝的封江大吏们气坏了。 齐英与伊礼部报告上海一带情况说, 一人张贴伟师,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,最愿彼此和睦,广开通商之路,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。 此等鬼欲伎俩,由令人愤懑胸怀,怎能不气得慌呢? 天朝的实践虽然不咋的,但理论上,却大理宣传百姓的政府爱百姓,政府的百姓爱政府呢? 英姨居然看穿了这把戏,愣生生地要把政府与百姓分开,何其独野? 第八,要航商传育鹰商,三日内交出鸦片。 如果办不到,不用说,这些航商就是汉奸了,将从他们中挑出一两名,杀头抄家。 汉奸头头五号官和一帮大小汉奸震惊了,他们发现林大人玩的是真格的, 而且这种玩法很别扭,林则须致才应伤,手中的人质却是中国商人,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 花旗的是,在被钦差训过之后,一帮汉奸还真跑英人商馆去了, 看来,真把洋人当成他们的保护神了。 此时的商馆内,洋人们还有人在给钦差大人估价呢,认为三十万两银子大约能买通, 这个价格和提议被五号官否定了。 问题是,宜人知道此时仍不相信钦差是玩真格的, 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,天朝官员从来没有玩过真的。 还有,商务监督一律此时尚在澳门,商馆里的鹰商群龙无首, 他们的体质有个毛病,那就是民主,大狗叫,小狗也叫, 吵了半天还是没个结果。 后来,一位美国商人站出来了,说他刚刚见了五号官, 对方已恐惧到了极点,这不可能是装出来的。 他说,要记住,由于目前的问题而丧失的财产, 可以不费力地很快再赚回来。 但是,血一旦流了,就像泼在地上的水,那是收不回来的, 目前的局势直接危机我们的同伴的生命, 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,我们的邻居。 我们虽然有事诅咒他们, 但是我们绝不能忍心把我们委托人的钱袋看得比他们的脑袋还重。 这个美国人说得多好,多人道啊。 看意思,他在广州只是个代理商, 现在,为了航商们的性命, 他要让自己的委托人或者自己的股东们赔钱了。 问题是,这么人道的好话没人听啊。 结果,三天期限到了, 可恶的英国人还在激烈讨论, 而且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所谓的民主表决程序。 最后以25票赞成, 14票反对, 1票弃权。 弃权的是, 美国商人金通过大鸦片贩子垫地的反对脚严, 拖延明确答复的建议, 并指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考虑当前的局势, 七天内出具报告云云。 回后, 他们通过航商转达了他们对于钦差预令的回复。 钦差大臣的预令既如此严重, 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, 他们必须详佳考虑, 尽早答复, 但不能马上回答。 同时, 他们都感觉到, 他们必须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, 是绝对必要的。 林钦差看到这份比中国官方文件还扯淡的回复, 急了, 于3月21日宣布, 如再不较烟, 他将于22日早上10日到达商馆, 并将一两名航商开刀问斩。 行文至此, 再次感觉到航商们飞驴飞马的可怜状态, 他们本是天朝官商, 却稀里糊涂地成了钦差向杨商要挟的人质。 而宜商还真听这个, 于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, 并邀请五号官, 卢卯官等几个疑似钦差招几几可能先行正法的大牌航商们与会。 会上, 滇滴持强硬态度, 可怜的航商们请求先向征信地交纳一些。 有医商问他们, 你们老老实实说真话, 你们真有性命危险吗? 所有的航商都老老实实地回答有。 最后会议做出了决定, 未挽救航商们的性命, 叫纳鸦片一心灵三十六项。 之所以这么不灵不正, 主要原因是, 羊商们是按烟火的比例摊派的。 非常时期, 这帮洋人都不忘他们的民主与公平。 二十二日, 航商们进城, 向邓廷真汇报战绩。 邓廷真指出, 靠这么些鸦片是不能蒙混过关的。 同时, 林泽徐厅南海, 潘于二支县报告说, 美国鸦片贩子本来是想浇烟的, 阻挠者乃是滇滴, 于是他决定逮捕滇滴, 命令下达给了南海, 潘于二支箭, 该以滇滴城为首额, 断难孤容, 何及扎齿拿揪。 同时正告外商, 速将滇滴一犯交出, 听后审办, 不知传话的航商们是如何考虑的, 反正他们把速将滇滴一犯交出给传达成了赵滇滴市金城。 当然, 也可能是两个支线的意思, 他们是地方官员, 应该了解疑情, 明白对待英姨, 不能像对待孙子似的, 或者说, 不能像对待一般中国百姓似的。 总之, 他们把捉拿行动弄成了邀请行动, 滇滴这个傻佬, 真的以为自己接受到的是邀请, 于是答应23日和航商们一块进城。 但是滇滴的朋友们不乐意, 为了安全起见, 他们要求钦差大臣盖印担保滇滴能在24小时内回来。 我呸, 他们以为这是在他们大英呢? 别说嫌犯被拘押不能超过24小时之类的文明, 规定天朝不具备, 即使不是嫌犯, 政府关你两天黑屋谁敢说半个不字。 即使你在黑屋里死了, 政府照样大摇大摆。 所以林钦差听说遗伤这一非分的要求后, 友邦惊察, 闻所未闻啊。 23日上午, 被钦差摘了顶带, 同时向上带了锁链的五号官, 卢茂官两人出现在外商面前。 这一手绝对是给洋人看的, 问题是洋人仍然认为, 垫地的安全是首要的。 为此, 他们开了一次又一次会, 林钦差才不管他们的会呢, 宣布, 如若再不前来, 将强行拘拿。 十晚, 整个商馆成了不眠之馆, 宜人们甚至有准备后事的倾向。 有意思的是, 滇地以3月24日式星期天为由, 拒绝和天朝官员交涉。 钦差大人只好依了他, 同意休假一天。 这一天虽是休假, 但是洋商们哪有休闲的心情啊, 闹不好就要见上帝去了。 再说了, 人家天朝救星这么厉害, 大英的佐罗又在何方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